小编将介绍八个很没品但会非常有用的不道德招数给大家。 一不想看电影时被前面的人挡住就在前面的座位撒上饮料。 二,告诉饭店客服你需要冰你的胰岛素,他们就会马上帮你升级套房了。 三,不管你有没有小孩都贴一张车上有宝宝的贴纸,这样发生事故时,意义久会优先救你。 四,如果你杀了人要埋尸体,将他埋得愈深愈好,然后填土到一半时,再埋入一只狗的尸体。 这样就算被发现,也会先看到狗尸,不会想到下面还有一具人的尸体,纯趣味,大家可别学呀。 五,看到这种假装是钞票的教会宣传单,把它放入教会的捐款箱中,回敬给他们。 六,多偷几个交通锥,下次可以拿来站车位。 七,怕司机故意开慢加收钱,你就一直咳嗽,让他害怕被传染速度就会加快了。 八,爆胎时赶快拍照下来,下次迟到就可以传给你的主管看假装你是因为爆胎才迟到。 不是鼓励大家做这些事哦,只是帮你的生活增添点趣味。 我们还是要当个有品的人。 警察猪,人家都是畜牧的。